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明你家风势好 适合他生存 也代表好运入家门 天赋和喜得横财双喜临头 更能稳住钱财不外露 对于在职场打拼的人 也容易受到领导的赏识 出门遇贵人 升职加薪的希望很大 可谓是喜上加喜 五 蜘蛛掉网 如果家中每天打扫的干干净净 可是突然有一天还是发现了蜘蛛结网 那是喜庆 财富的好兆头 民间俗语有云 蜘蛛掉 财神道 在民间 蜘蛛又被称为习子 是喜庆 财富的好兆头 蜘蛛的外形很像汉字喜 所以被人们赋予好运的征兆 蜘蛛是一种预报喜事的动物 它盘阻往上沿着一根蜘蛛丝往下滑 表示天降好运 六 两拳进食 俗语说 猫来穷 狗来捕 如果某一天家中来了一只可爱的小狗 或是老实地跟着自己回家 不带警惕地就吃你家投喂的食物 那么请不要将它们赶走 因为这是有好运的征兆 狗是人类的朋友 如果小狗愿意跟着你走 说明你身上必有大气氧 七 蝙蝠入宅 黑黑的蝙蝠看起来有点恐怖 农村老人常说 蝙蝠一生都是倒挂着生活的 家有蝙蝠窝是福到了 蝙蝠进家门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好事 家中必定福望才望 安定祥和 蝙蝠还与佛谐英 有佛相伴可保家人四季平安 在中国博大今生的古文化中 五个蝙蝠和一个兽陶 组成一幅五幅线兽图 动静相结合 寓意五幅灵门 八 蜜蜂驻巢 蜜蜂会在环境好 湿度适合的地方驻巢 如果蜜蜂在你家墙外驻巢 是非常好的照度 说明你家风水不错 是精彩的意思 在佛学上 蜜蜂驻巢是你们家过去 和这位蜜蜂结下某种善缘 蜜蜂前来报恩等 象征着幸福美满 收获满满 果实累累 好运连连 如果你是生意人士 说明你和蜜蜂一样不辞辛苦 换来了家庭的甜甜蜜蜜 九 狗进家门 农村最容易遇到两种动物串门 一种是猫 一种是狗 也有一句话叫猫来穷 狗来富 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猫是一种比较傲娇的动物 大多数都是人们跟在他们屁股 后面伺候他们 对于爱猫人士来说这是一种乐趣 但是事实上猫是不怎么随人的动物 只要觉得自己在这个家中受委屈了 或者是呆逆了 必定会离家出走 所以人们觉得来猫是不好的 狗就不一样 狗是跟人的 只要有什么灾祸来临之前 它会有预兆 而且跟着主人屁股后面高高兴兴的 所以说家里来狗 预示着有财富来临 在中国 狗视为一种极力的动物 十 兔子进门 兔子外表前进 精明乖巧 惹人喜爱 同时也代表善良温和 如果兔子不请自来 跳入家里 寓意如桃花来临加油喜事 单身的女孩 很快就会遇上自己的爱人而已 家庭成员人员交际关系会越来越好 家庭美满 事业整整日上 如果家里有生病者归户 不请自来爬进家宅 很快让人摆脱疾病和忧患困扰 带来除臭党杀镇宅驱走不好运势 那些东西都会离开你家的 壁虎爬进家是件很激励的事情 据说会带来好运 壁虎寓意就是它的别名手工 意思就是家业已经稳固 可以守住了 但其实每定个地方有房子救了 就会有壁虎 它是来吃蚊虫的小型 一下壁虎拉的屎尿就行 人和动物和谐相处就是好事 十二 蛇进家门 蛇在农村被叫长虫 大佬对着长虫是比较害怕的 但是在农民看来 这可是太有灵性的动物了 一般遇到蛇 那倒是有好兆头了 遇到有蛇挡路 一定要绕路 不能跨过去 如果骑车或者开车 也不要在蛇的身上压过去 不然就意味着要倒霉 不过 平常蛇都会在夜晚活动 蛇出现在家里的情况也是极少见的 如果遇到蛇 这可是要给家里带来好运的 十三 猫进家门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猫的阴气是比较偏重的 不被大家看作吉祥的动物 其实不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人经常遇到猫 则说明财运在不断上涨 好事就在眼前 生活方面会发生很大的转变 日子越来越富贵 如果最近梦到猫的话 则会有贵人出现 招财敬宝 把握住机遇的话 甚至有机会收获一笔横财 十四 蝉除尽家 蝉除也称金蝉 金蝉尽家富贵发达 是个好兆头 古话讲 金蝉尽宅先报醒来后送财 这是大忌之兆 现在许多店主会在柜台摆上 移置金蝉除 蝉除嘴里面还叼着一块钱币 就是招财敬宝了 总之 如果在家中见到或者梦到这几个动物 都是很好的预兆 预示着好运将至 赚钱顺利 贵人帮扶 有的小动物天生就带有吉祥之意 当这几种小动物意外的闯入你的生活之中 就意味着有好事发生 其实这只是一种预兆 有福之人当然会吸引有福之物 很多人倒霉或找人问我 为什么倒霉 有不少都是把带来吉祥的动物给打跑 甚至是打死了 让鸡变成了凶 面对生灵一定要宽容 这样才能更好的接收到好运的气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